升级论症 最近港股市况如果有炒开都知道 都真的非常反复的 外围、A股、港股都是反复的 就选择一些相对强势的股份 我相信其中一个板块就是一些医药相关的股份 今天就想讲一下药明生物的2269 最近的消息层面都比较多的 你说自己板块来算也有些受惠国策的消息 再加上看到外围的生物科技股都做得不错 但自身来说它自己也有好消息 因为大家都记得药明生物之前就被美国那边 就纳入了一个叫做未经核实名单 现在就在传,因为现在中美在谈谈 有没有机会设立关税 其中看到有传就说药明有没有机会可以撤出 在这个叫做未经核实名单之中呢? 虽然是没有落实这件事 但是你看到股价已经走上去了 如果你看看股价努力底 它之前有个裂口 大概2月左右下跌裂口 近日的时候已经补了 似乎未出发先兴奋了 如果你说看图表挺帅的 我就觉得指示位容易看之下 我就觉得可以薄薄上去 如果你说操作方面 如果你说入场价就大概用85.5左右的位置 指示位就放在80元的位置 就是用2.5左右的水位去看仓 上面我想可以先看90元 2.5左右,7.5左右 我想直播率也足够了 跟进唐牛的看法 事实上近日在医药股和生物科技股 是跑赢大市 尤其在生物科技股方面 随着长年期的债息回落 一向敏感度比较高的生物科技股 的股值也有所提升 所以见到无论在美国和中国的板块 相关的板块也是做好的 当中中国的龙头羊名生物269 更加受惠有机会勉强制裁的风险 所以股价跑赢大市 跟进唐牛大约82.5 这个参考价 对应一只长年期的18352 若名科仑 增加防守性 对应的价钱大约2.6左右 如果真是有机会生科股的板块 继续向上若名生物 可以挑战到90元 18352这只若名科仑 理论价钱可以对应大约3.4 潜在的升幅大约有接近三成 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